法荣的掌声归给神 我要做祝福的宣言 愿你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以长子的祝福 在二三七时代恢复万民圣徒吧 感谢如此恩典的赞美 我们是应许的百姓 所以我们只要集中于神的应许就可以了 今天的题目叫做 集中于神的应许吧 我们以集中于神的应许吧 为题目想要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很多的圣经学者说 《生命记》这一本书卷是讲 关于对于神的顺从 所以上一周我们也看了这样的内容 顺从神约定的话语的时候就会得福分 当然也可以这么想 但是实际上呢 虽然是为了顺从所有的 生命记的记录 但是我和各位 实际上我们多少程度的能够顺从神的话语呢 拿着我们的力量无法顺从于神的话语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只要全身投入到神的应许当中就可以了 只要集中于神的应许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集中于神的应许呢 首先 神因着基督救赎了我们 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通过话语能够享受神的丰盛 在这丰盛的恩典当中能够得力量 才能够担当救活世界的祝福 因为神这么做了 所以我们要集中于神的应许就可以了 约翰福音十章十字的话语说什么呢 我来了是要叫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因为基督得救了并不就是结束 得救的我和各位呢 在基督里面 每天瞬间都要因着生命的话语 才能够享受基督里面的丰盛 因为享受这丰盛的恩典的时候 就可以担当救活世上的使命 能够胜利 我和各位就是这样的存在 所以今天这一天 主日礼拜 你们献礼拜的时候 不要认为是每一周我们都会做的礼拜 而是今天神对我们所准备的 在基督里面 所有的这些丰盛 我们为了找到能够去享受 所以终于献上了这样的第一次礼拜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能够恢复这样礼拜 珍贵的恩典 为什么我们只要集中于神的允许就可以呢 神把我们树立在世上成为祝福的楷模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其实两个当中的一个在神的面前 拿着神所赐的应许 在这世上成为祝福的楷模 或者说不是这样的话 而是说在这世上 结果成为诅咒失败的典范呢 是怎么样在活两个当中的一个而已 神约定的话语 我们集中这应许的时候 因着神的祝福临到 我们就会变为祝福的楷模 这是生命纪28章1到14节所讲的内容 因为没有办法集中神的允许措施 允许的时候结果这个人生呢 就变为面临诅咒的人生 就过上了失败的人生成为这样的典范 结果在这世上过人生 真的世上看我们的时候 会看到啊结果是这样的失败 就变为这样的一个典范 让别人去看到 所以呢 你们愿意站在哪一个队列当中呢 我们一说的话就会变成了很唠叨 对吧 我们都想要成为祝福的楷模 但是今天的本文内容告诉我们的说什么呢 生命纪28章1到14节讲了祝福的部分 然后呢 从28章一读 的时候又讲的都是祝福 每个人都非常喜欢这样的内容 但是从15节开始到68节的内容 这么长的一段话语当中记录的全部都是 错失允许要面临的诅咒 非常具体的讲了这样的诅咒内容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对于祝福的这部分去分享话语 然后又会抓住话语 但是对于诅咒的部分都不去思考 然后过的人生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对于失败的部分呢 他们不会做很多的思考 然后过的人生 但是为什么这么长的记录了措施话语就会失败 为什么做这么长的说明呢 因为很多的人出乎意外的都在走着失败的道路 话语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事实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再怎么样做信仰生活 但是错失神赐给的允许话语的那一瞬间 不在神允许当中完全集中 完全orient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不小心 哪怕是做信仰生活 但是也可能会失败 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一部分 今天在座的我和各位 真的因着我们能够持定允许 集中允许 所有的圣徒都能够成为祝福的楷模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刻印的话 这话语 在我里面就能够兴起灵活过来的做工 我们总是说要刻印话语 要刻印话语要扎下根基 但是话语要刻印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能够按照话语活着 比这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是 但是话语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 因为是灵的话语 这个属灵的话语进入我们里面 我们的灵就能够活过来 所以我们每天要听话语 然后要在神的允许当中完全投入 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这个话语刻印扎下根基的时候 失败的问题 灾阳的问题就能够得以解决 会显出这样的作为 每一瞬间我们在神所赐的允许当中 完全投入 那么在跟你们相关所有的现场 失败诅咒 灾阳全部退去 真的神的国祝福都能够领到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想要这样的应允 首先本论第一点 为了集中于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对于神应许的话语 要看到神的话语成就在世上的历史之中 世上的历史之中 我们神的话语也依然在成就着 所以在传道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非常珍贵的话 也跟我们这样的 在传道书三章十五节 这样的话也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事曾经有过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 不是偶然显出来的 而是以前就有的 而且告诉我们将来发生的事情 以前也有过 所以重要的讲了说什么呢 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这话语当中告诉我们的就是 我们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并不是偶然 而是因着话语在不断的进行着 世上的历史也好 我们有的时候一不小心 只看到这是世上的历史而已 其实不是的 这只是在神约定的话语当中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世上的历史 所以说现在的事情将来有过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已经有过 所以神现在也拿着以前的事情 然后告诉我们说要去寻找格林多后书五章当中 告诉我们说日头之下没有什么新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经许的话语当中已经出现了 所以每个时代被神所使用的人 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呢 他们完全在神经许的话语当中现上了 每个时代胜利的人 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呢 他们是完全集中了神的话语 所以享受了救活时代珍贵的祝福 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为什么呢 世上的历史不是随便的历史 而是按着神的约定话语 在世上的历史当中写明出来 上周也跟大家分享过 在神允许的话语当中 我们的人生有答案 在神允许的话语当中 有我们人生所有的方向 所以持定神允许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会临到神经人的属灵的祝福 我们看世事纪的时候 世事纪就是世事时代的话 有什么样的事情呢 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觉得 是一个属灵的混乱时代 当然是这样的 因为不断的有14个世事的心情 我们可以说是属灵的混乱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某一方面来说呢 是有神经人祝福临到的 非常珍贵的一个祝福的时代 所以我们可以看世事时代 也是这样祝福的时代 这到底在说什么呢 你们非常清楚 世事记当中记得的部分是什么 对吧 我们通过世事记的整体可以看到 就要传达给我们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呢 核心的圣经句子就是 世事记21章25节 那时以色列的 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人们都是任意而行 这是非常重要的话语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这里面讲说 个人任意而行 我们慢慢的就要查看这句话 那么之前的这一句圣经话也说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不是以色列没有王 只是没有人当以色列的王 但是神却是以色列百姓的王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是能够享受最珍贵属灵祝福的时期 就是这个时代 神亲自给话语 神亲自引导教导 祝福他们的这个时代 就是有人当王之前的时间 是神亲自在主管以色列 是神当以色列王的时候 神亲自去管理治理 所以他们能够享受珍贵的属灵祝福 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实际呢 个人却任意而行 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拒绝神当自己的王 人想跟随自己的思域 寻求人当自己的王 所以跟神求能够管自己的王 神是在亲自管理主管他们 他们能够进入最高的祝福之中 但他们却拒绝神当自己的王 然后要求人过来当自己的王 所有初代王是谁啊 就是扫罗王 其实某一方面来说 事实时代的话 是能够享受最高的属灵祝福 其实这就是最高的时代了 就是事实时代 但是却拒绝神当王 祈求人来当王 然后所以有了初代的王 扫罗王 就像你们知道的 扫罗王不顺从神的话语 是一个失败的王 然后有第二个王 这个王就是大卫王 但是大卫王爱神 爱神的这个证据是什么呢 就是持定神允许的话语 以神允许的话语为中心过了自己一切的人生岁月 那么看爱神的这些历史的话 我们可以看诗篇150篇当中的记录 大部分都是诗篇 都是大卫是作者 是多少程度领受了神的恩典 也爱了神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不是说大卫过了正直的生活 而是说爱神爱神的话语给我们看到的部分就是诗篇当中最长的一篇诗就是 119篇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他是如何承诺的体验神的恩典 然后又如何爱了神通过诗篇119篇我们看到这样的内容 所以大卫当王的时候爱神的话语持利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约会回归的时候大卫高兴起舞 然后说能够守圣殿的门比住在百香木的王宫当中更加幸福 他是什么样的可慕神的话语 他说守圣殿的门能够成为门位更加有恩典 就是如此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完全陷入完全投身 所以大卫成了以色列当在所有最高大的王 现在也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国旗还是大卫的心 就是这样程度的完全现身与神应许的话语 我们可以看到神赐给他的祝福是什么 之后有的第三代王就是所罗门王 就像我们知道的他很年轻就当王 年轻的时候顺从神的话语 神赐给所罗门智慧 什么样的程度赐给他智慧呢 就是周围所有的王为了听所罗门智慧的话 来到所罗门面前而且周边很多的王都向所罗门献供 神这样让所罗门富强让这个国家富强 为什么因为拥有应许啊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岁月流转 因为得太多肉身的祝福 但是对于属灵的祝福开始措施 所以为了满足肉身的情欲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末世的时候会怎么样 他有一千的后宫家里 然后通过这些后宫一千嫔妃 有各样的偶像各样外邦的神 全部都让他们进入以色列 然后让以色列完全陷入偶像的国家 所罗门之后 神赐给他最大的智慧 也让他成为最富强的国家 但是之后呢 因着所罗门之后国家分为两个国家 结果成为了失败的王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生命纪28章1到14节 当我们能够完全投入到神许化业的时候 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 那么生命纪28章15到后面的部分 这么长的记录是如果不完全陷入神的话语 会有什么样的诅咒 非常详细的记录 为什么对于诅咒的这一部分记录详细呢 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得福 都希望这些诅咒能够越过去 但是为什么这么长的给我们讲这些诅咒呢 是说告诉我们 当我们真的完全陷入神 允许化业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祝福 不要成为失败的人生啊 让我们要去得神的祝福 所以成为祝福的楷模 能够成为救火世上的证人 要被施养树立 尊天话语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事实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这个恩典的话语结论是什么呀 当我们真的集中神允许的话语的时候 当允许刻印给我的时候 这话语就能够救火我 当我们集中于这允许的话语 允许的话语能够刻印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成为证人 神跟我们说了 直到自己要做见证 不是说我自己去当证人 而是说让我去做见证 我的人生只有一次的人生 这一次的人生 我们就会在神允许的旅程之中 就会成为被神所负责的人 在人面前显现 当我们能够在神允许的话语 完全现象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能够救火我成为证人 我的人生不是随便过的人生 而是有神完美的计划 我在这允许的旅程当中 就会发现我自己在这样的旅程当中 那么所有的问题事件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为什么呀 因为在允许的旅程当中被树立 能够让我在允许当中被使用 这是神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任何的问题就没有关系 当这允许的结论会变为怎样呢 当我们集中允许 然后让我们在允许上面完全去线上 对吧 我们说允许的结论的时候要说三个部分 就约所有圣经还有新约圣经也是一样 不断在讲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你们不要错失的部分 就是在我们的人生路上 要成为开始的部分 这就是加略山的允许 如果加略山的允许 没有成为你们的允许所持定 你们不能相信的话 你们的人生就没有开始的意思 加略山的允许是什么呢 因着我和各位所犯的罪 结果我们应该死 对吧 这是律法 但是耶稣以基督而来 这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都成了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的话语 这说的是什么呢 本来我应该定在十字架 本来我要死 本来我要面对这些所有的诅咒 因为律法我要面对的这些灾样 但是基督全部结束了 所以说都成了 这个宣言是在加略山所做的宣言 所以我和各位呢 我们所有的问题 真的因着基督全部都结束了 你们相信吗 那么这就又成为我们人生的开始才可以 如果不知道这一点 然后不相信的话 他就说你的人生还没有开始 本明 主跟我们说都成了 是非常惊人的宣告 是非常无与伦比的宣告 是人类生绝对没有办法解决的罪 连着罪而来的诅咒灾扬 全部都结束的意思 但是呢 那一位不仅结束这一切 而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说 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都成就的那一位现在也与我们同在 这位主说了什么呢 你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 直到地级要做我的见证 往普天下去是什么意思 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已经结束了 这位基督现在也与我们同在 把我们呼召在救护二三七的祝福当中 所以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你们现在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问题 只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都已经成就了 这一位给你约定 知道是末日要与你同在 当你相信这些事实的时候 那么现在你拥有的这些问题 困难这些所谓的事件事故 你们认为是问题而已 其实不是的 只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你们相信吗 要持证这个允许 跟我来一次 对我而言什么都不是问题 这是加略山的允许 这是我们人生的开始 因着持定加略山的门徒他们聚在哪里呢 聚在了橄榄山 所以是橄榄园的允许 拥有加略山允许 这些门徒他们集中在橄榄山 40日完全全神投入神的允许当中 那么橄榄山所赐的允许是什么呢 基督已经复活了 他当时已经复活了对吧 然后给他们讲了基督的内容 然后又给他们讲了神国的事 40天之久 跟他们讲了这样的内容 然后说要等待 我给你们约定的 要不了多久 圣灵就会临到你们 然后给了使徒行传 一章八节 但圣灵将军在你们身上 必得到能力 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第几座我的见证 基督 神的国 唯独圣灵 这是橄榄山的音许 上一桌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人生的结论就是基督 神的国 唯独圣灵 人类所有的历史结论 就是基督 神的国 唯独圣灵 人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结论就是基督 神的国 唯独圣灵 圣三为体 神的奥秘就在这里面 这是最珍贵的祝福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 就是说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允许 就是说不知道神重要的允许 所以我们要完全在神的允许当中对全身投入 已经得到最珍贵的祝福 与宝座的祝福 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能够让我们救过世界允许给我们圣灵充满 结束我们一切的问题 这就是感染神的允许 所以初代教会持定这个允许 所以他们绝不动摇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基督神的国 唯独圣灵是人生完全的答案 拥有这样允许持定的这样初代教会 所以他们在逼迫患难当中也绝不动摇 特别是对于各位而言 真的因着基督就会临到神的国 愿你们能够体验 这是因着集中允许的时候就会来的结果 《使徒行传》四章十八节当中 《使徒行传》十九章八节当中 讲了神国的事情 三个月之久 当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现场他体验到了黑暗被退去的事情 当他去讲的时候 当然有逼迫领受这话语的人呢 他没有去传达了话语 在时节当中说 犹太人也好 希腊人也好都清楚的到 后来可以看到内容就是 以赴索的黑暗全部都退去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国被见证的时候 黑暗就会被击溃 这个时候神的国是已经在橄榄山当中 耶稣向门徒确认的部分 所以各位要体验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无能量的环境现场当中 因着神的国临到的时候 黑暗就能够被击溃 愿你们体验这一部分 这是橄榄山应许能够体验的道路 神仅赐给我们非常珍贵的应许 橄榄山的应许 家旅山的应许 基督神的国唯独圣灵 拿着这样的适时应许 结果他们聚在了马可楼的家里面 就有了五星节圣灵的做工 所以还有马可楼的应许 马可楼的五星节的做工是什么呢 这里面也包括余月节 也包括我们的背景收藏节 是这余月当中非常重要的三个节 全部包括在这里面 这些约定全部在持定马可楼 应许十日集中的时候 结果就是五星节日子到了 结果就有了讲台 未来后代被救活的事工 拥有马可楼应许的 他们通过被派遣到现场 他们救活讲台救活现场 救活后代与未来 成为被派遣的人 这是马可楼应许 所以跟你们说 你们要集中应许 要完全陷入应许 用另外一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要持定 我们人生真的开始 加日山的允许 现在我们的人生也 因着基督神的果 唯独圣灵在做工 当我们持了允许去等待的时候 神的果现在也会临到 不是以前会临到 而是现在我们现在 依然会临到神的果 当你们召唤祷告的时候 就会在圣灵充满之中 不是你自己会成为政治 而是必定会被神树立成为政治 这是橄榄山所赐给的 持人这样的允许 然后居在了马可楼 结果欣赏的五旬节的事工 然后能够向着全世界打开门 拿着三个使命 成为被树立的传道者 所以我们只要集中于这三个允许就可以 所有就业当中的一切 全部在这里面已经包含了 将来这世上要发生的所有的英语 也会在这三个允许当中发生 如果你们还不知道 家里有山允许的话 就是你们还不知道人生 还没有真正的开启人生而已 如果不知道 就知道什么呀 什么都不知道 世上也不知道 现在发生的问题也不知道 所以常常对于世上发生的这些问题 然后就在这个恐慌当中 在混沌当中只能过着自己的人生而已 在黑暗当中过着人生 今天此时此刻 真的让我们真的愿各位能够完全陷入加略山 应许然后能够确认感染山应许 在你们所有的脚步当中 拿着瓦克罗的应许前行吧 这个时候 神会给你们无法想象 无法预知的神一切的祝福 全部都会打开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只有一个 我们要顺从话语 这是无法顺从的 当我们集中神应许的时候 当我们完全陷入神的应许的时候 神就会兴起做工 在最正确的时间表当中神会做 那本论第二点 今天本文当中 跟我们讲了 错失神的应许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能够正确知道神的应许就是最珍贵的祝福 已经得到最珍贵的恩典了 那么如果错失神的应许会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是今天本论的第二点 我们可以看从15节到68节有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稍微简短的跟大家一一分享一下 就会面临错失神话语的诅咒 错失应许的时候就会有错失神话语的诅咒 当错失神的话语的时候就会面临诅咒的 本文话语15节说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举手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列 就是我今日所吩咒你的 这一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这里面说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的话 就是说 一试了神的话语 然后就会有 所有底下的诅咒临到你 作为圣徒的话 当然我们要集中神的话语 要完全线上才可以 但是如果已是神的话语的话 就会面临痛苦 会面临疾苦 那么相反的 真的你们持续神的依取的时候 你们就会拥有 谁也无法赐给你的 通过应许而来的唯一信祝福 那么我们看一下16节说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 在田间也必受咒诅 不是说 哪里好哪里好 这里不好哪里坏的意思 这里面说你在城里必受咒诅 在田间也必受咒诅 不是说哪个城市好哪个田间不好 这说的全部都是错误的意思 那这告诉我们的话是什么呢 拥有祝福的现场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祝福的现场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神与我们的同在 这本身就是祝福现场的条件 约瑟 约瑟在强大的国家 埃及去当奴隶 当时最大的帝国埃及 约瑟去那里当奴隶 但是跟他当奴隶没有任何的关系 约瑟临到神的祝福 因着神的祝福 所以在这样如此艰难的现场 却把它变为了最得祝福的现场 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就是创世纪39章1节 创世纪39章2节 因为有华神与他同在 所以他成为了凡事亨通的人 我们认为要环境顺利 然后我有能力 所以我拥有什么有背景的话就很好 其实当然也是 但是哪怕是最艰难的条件 但是却能够改变为最珍贵的祝福现场 这个奥秘我和各位已经拥有了 这就是因为有余大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当奴隶 是变成什么都做不了的一个状况 但是因为有神同在的这个祝福 所以约瑟百事顺利 有的时候看我们自己自身的话 我们会担心 会灰心 我什么都没有 没有什么学 我什么都没有背景啊 没有关系 神会临到你们 这世上人无法想象的百事顺利的祝福 会把你这些最艰难的环境 变成最有祝福的环境的 所以说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所有的一切现场就全部变为有祝福的现场 这个奥秘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奥秘 我们就能够享受这一点就是能够改变为祝福现场的奥秘 如果没有办法享受的话 结果我们的现场就会没有办法不得不渐渐的陷入黑暗之中 还有什么呢 错失话语的话 结果就是遗忘了救赎的恩典 但是得救的神的儿女呢 对于他们而言 最大的恶最大的坏是什么呢 因着基督已经得救的这个救恩的恩典 遗忘这一切过人生 就是在神面前最坏最大的恶 我们的信仰生活 我们当然要过这样那样正直的生活 但是呢 过这样正直生活也很重要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会要做这样那样的事情 你做的事情也很重要 信仰生活当中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神救赎了我们的这个恩典 不遗忘这恩典过人生 就是我们的恩典 不遗忘这一切过人生 这是在神面前最珍贵的 相反的 在神面前最坏最邪恶的就是 因着基督你们本是在离开神的这些位置上 在诅咒灾殃当中 在撒旦的命运局里面 神从那里把我们救赎出来了 这救恩这样珍贵的恩典 但却遗忘了过人生 这在神面前是最邪恶的 十篇五十篇二十二节有这样的话语 遗忘神的你们 你们现在要去思考这样的事情 如果不思考的话 那我就会撕碎你们 没有人能够救赎你们 当我们遗忘神的时候 神会说把我们撕碎 无人搭救我们 如果遗忘神的话会怎么样呢 我要自己负责我自己的一切 要以我的忠心过自己的人生负责我自己啊 就是创世纪三章六章十一章 因为遗忘了神 所以就遗忘了神的恩典 当然要有自己的忠心过人生 这在神面前才是最凶恶的 神约定负责我们的一切 但是我们说不要我自己能负责我自己 对神看来这是最凶恶的 真的愿各位每天每天能够享受神的恩典 祝愿各位 不要遗忘救恩的恩典 当遗忘的时候 神会置之不理 问题是什么呢 这些是最大的诅咒 我们并不是没有神就能够过人生 不是这样的人生 但是却好像没有神的时候 凡事都顺利这真的是好吗 这反而是更大的诅咒 没有神的干涉才是最大的诅咒 再次说明 没有神的话应该凡事不顺利才行 但是却凡事顺利 我们就好没有神也很好啊 我们觉得认为这样可以过人生 这才是诅咒 为什么呢 因为到最后真的 一炮而发的时候全部都会结束 所以罗马书1章24节的话也告诉我们说 神 任凭他们 商务自己 28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癖的心 真的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拥有神对你们人生的干涉 这是为了恢复你们的干涉 这只不理真的就是诅咒当的诅咒啊 到最后一个时刻 完全爆发式的发生的时候 才是真的是让你任意存邪癖的心 神对于神的儿女当然应该去引导 我们应该就会去享受 那么不断的出来的是什么呢 有人无法阻拦的痛苦还有责罚 二十节当中说会身体有疾病 二十二节会有说热病 还有什么样的火症 热疾刀剑汉风二十三节当中说 头上的天要变为铜 小菜的地要变为铁 神的恩典一切全部被阻拦 就成为铜 这是我们要集中神应许的理由 这是不要错失神应许的理由 所有的恩典就全部会被断绝 不仅如此 结果错失神应许的时候 在这世上也会成为失败者 在世上也会成为失败者的 对于我们而言 成功于失败的基准是什么呢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的话也告诉我们 实在的道理在那面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绝对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在这世上的成功与失败的基准 就是实际上的道是基督的道 今天本文内容告诉我们 措施这救恩的应许的时候就会面临灭亡 二十五节的话语说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 二十五节当中说 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你在这世上就会成为失败者 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内容 措施养许的结果就会变为悲惨的状况 四十四节的话语说 他必借给你 你却不能借给他 他必做手你必做尾 你没有办法借给他却成为作为的 在这世上成为悲惨的状态 就会陷入这里面 话也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部分 然后呢不仅如此 在这世上会面临羞愧 这羞愧的代表是什么呢 四十五节的内容说 我们看一下四十五节最后的部分说 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 赶上你直到你灭亡 一切咒诅必追随你 因着这诅咒然后还会被灭亡 四十六节说 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成为 一记其实直到永远 我们现在持领许的这一瞬间 不仅是我自己能够活过来 相信我们的后代也能够活过来 你们措施允许的时候 不仅你自己灭亡 就说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都会有这些诅咒 永远形成 你们要因着话语 直到这一部分还有什么呢 会成为一记其事 在世上人面前 就会成为失败的典范 成为失败的歧视 毫无任何想法的出入教会 真的不要这样 这是真的 不要没有任何想法的随便出入教会 然后来参与礼拜 真的不要这样 我们的人生 真的到底是带着祝福的结果呢 还是带着失败的结果 这决定于此时此刻 你们持立什么样的允许 有可能会带来祝福的结果 也有可能会面临失败的结果 那这个开始是 你现在此时此刻 持立什么样的允许 是否正确的持立允许呢 正确持立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征服占领这世界 但是如果措施允许的话 结果我们就只能成为这世上的奴隶 以色列百姓 因着约瑟有七十多个人 他们来到了埃及 是带着应许有七十多个人 来到了埃及这样的国家 当时 不仅以色列 而且他们也真的掌管了埃及 措施允许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虽然有两百万的人口 其实名于两百万的人口的话 这两个数字是无法对比的 但是措施允许的以色列百姓 哪怕是两百万的人口 却成为了埃及的奴隶 是在这世上成为奴隶过的人生 通过今天本文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部分43节 总文化也43节 我们一起来颂读一下 在你中间积聚的必渐渐上升 比你高而又高 你必渐渐下降提而又低 这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你们中 在你中间积聚的必渐渐上升 比你高又高 你却必渐渐下降提而又低 促施允许的结果 就会在这世上成为奴隶过人生 现在这样的事情依然在发生着 这样的事情依然在发生着 唯独福音 唯有神赐的应许 能够能够胜过这世上 打着别的 结果再怎么样成功 好像能够打造出什么 却反而因为这些变成世上的奴隶 成为为这世上去跑腿的 为这世上跑腿是什么意思 就是成为撒旦所服役的对象 唯独福音能够通过神去征服世上 能够主管这世上 能够胜过世上 所以各位不要抓住别的这一周当中 你们一生也是真的唯独集中神的允许 拥有这样珍贵的祝福 拥有主的名祝愿各位 我们做话语的总结 当我们相信允许的话语完全去线上的时候 一切就全部变为祝福 神告诉亚当夏娃不要摘知道分别善恶的果子 那么亚当夏娃当然应该要集中这引起的话语才对呀 但是呢 因着自己的私欲 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 结果人生变为失败的人生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到底是想显明祝福的结果呢 还是灭亡的结果呢 你们到底现在持着什么样的允许 在集中什么样的允许 在什么样的允许当中完全献上呢 因着这个局域政治结果 加利山的允许 橄榄山的允许 马可楼的允许 我们的人生问题全部结束 且包括能够救活世界一切允许 当你们真的能够集中这种允许的时候 用主能力祝愿各位集中这样的允许 所以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 真的是为了让我们完全要集中神允许的状况 跟这些所有的没有关系 让我们是唯独要集中神的允许的意思 很多时候可能会艰难困难听到的这些消息啊 因为新冠肺炎人们都在不安 更加没有办法集中 其实是相反的 神赐给这个环境是让各位真的唯独去集中允许 所以神赐给你这样的环境 所以我们稍稍的每天每天的生活当中 拥有集中神的允许的时间吧 一天五分钟 也不是很多的时间 一天五分钟的时间 那么这一部分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节奏 一天五分钟 当成为我们节奏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的时间里面 就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体系 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系统 我们的属灵的部分 心理也好 想法也好 都会有这样的系统 但这样的时候发行的事情 就能够形成二十四时 当二十四时的时候会有来的应允 那就是二十五就是神国顶峰的应允 就会被树立为这样的顶峰 所以真的你们在持续话语的时候 每天的时间里面五分钟集中应许的话语 愿你们拥有这样的时间 来到这样的决断 这个成为我们的节奏 成为我们的体系 能够成为二十四 这个时候就会来二十五时神的引导 成为神所树立的顶峰 祝愿各位享受这样的珍贵的祝福 神啊 我们再怎么看这世界 我们发现 只有神的应许才是我们能够活路 愿我们能够唯独集中 于完全献上于神的应许当中 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真正去救活的正人 愿神对我们哈纳教会所有的圣徒做功 我们的人生开始是从加略山应许开始 愿这应许能够成为我们世事实的应许 因此而能够得到神所赐的橄榄山应许 愿我们能够带着所有一切祝福的感恩神经书当中去确认 并且就在马可罗剧的门徒一样 他们能够现场讲台 还去到未来后代当中前行一样 愿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去前行 能够去体验 愿神祝福我们哈纳所有的教会圣徒成为这样的证人 用活着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阿们 现在解救我们人生所有问题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神无法言语的大爱与圣灵的做功 因着完全集中于神的允许 我们这一次的人生能够成为世代的开模 愿神的恩典将近他们的头上他们的产业子女 还有所有的地教会 新教地 线上做礼拜的所有现场 我们教会之上 从直到永远常常与同在阿们